当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 开始盖起一栋栋厂房时 是否还记得绿水蓝天的色彩 云林拥有全台最大的六清工业区 同时也是台湾农业重镇 因此经济与环境的平衡更显得重要 云林出生的张家俊立伟 身为台湾新世代的青年军 这次要为了家乡争一口清新空气 云林县已经连续三年 都是全台空气品质最差的 我们这个PM2.5年平均都是在35以上 就是都在危险标准以上 所以包括数据显示 云林的斗六市 在目前为止在去年 也是全台空气品质最糟糕 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 也不得不站出来 去跟中央政府来宣示说 我们需要这个干净空气的 这样子的一个新生 PM2.5是空气中的极为小颗粒 人体吸入后跟着循环到体内 长期影响十分严重 云林卖辽台西地区 因为工业区造成的严重买害 让云林民众十分担心 这天家军立委在湖尾科大前 特别举办抗空屋大游行 邀请民众大声喊出来 我是云林人 我要干净空气 我们来参加这次的活动 就是希望可以支持云林 然后换得好空气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 然后最最亲爱的孩子 然后我们身边的家人 我们没办法搬走 所以今天我也特别 带我的孩子一起来走 我觉得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运动 让他知道说 爸爸妈妈也都在努力 然后很多的这些青年朋友 尤其我今天很感动 看到很多在地的年轻人 他们都站出来勇于发声 因为我长期有在关注 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议题 然后同时也是读 环境管理相关的科系 所以就是想要借由这次的活动 站出来跟他一起呼吁 这样子 那今天参与这个活动 就是要来响应 因为空气污染很严重 所以我们今天要站出来 响应这个活动 不要再成为那种沉默者 云林县台西乡的孩子 两三年来我一直希望的 就是做环境教育 做公民教育 让他知道自己的危险 怎样保护自己 我叫他说你一早 本来空气很坏的时候 本来都起来运动 现在不要马上就出来运动 你要那个空气干净一点才出来 其实不单是这次的抗空污大游行 家俊立委持续关心云林空污问题 今年四月开始 不断家族玛丽 从议会到立院 为云林人争一口气 同时期望企业主在设备升级上 更注重环保 重视员工的工作权 让我们意外的惊喜 能够得到说 在议长的率领之下 这么多的议员 大家都愿意站出来 站在民意来发声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难得 我目前我在立法院 有推动环境三法的修盛 竞销石油胶与煤 那当然我也知道说 这个推动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很多台湾的发电 都是靠烧生煤来火力发电 那当然在核电 现在慢慢要减少的时间 会引起一些企业的恐慌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不能够调整 是可以阶段性的调整 是可以短中长期的 来做一个新的 比较干净能源的 一个政策的方向 那我想绝对不是说 现在就希望说马上全部改 但是我们政府要能够 开始愿意倾听民意 然后开始愿意来调整 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 云林的空气不只是云林的事 嘉峻立伟从立院修法 期望走向绿能发电 还给下一代清新空气 其实我这一次真的很感动 有很多自发性的妈妈 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小孩 都走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过去都想说 我们云林好山好水 从城市搬回来 让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的下一代有一个 比较好的成长环境 没想到现在面临这样子的空气污染 他们都没有办法忍受 大家都站出来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党派 不分色彩 大家都愿意站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 可以说是一个公民的力量 充分的展现 是一个公民的帮助 他们会一直扩在一起 都是列比尔大 这一国就已经有用的 是一个公民的帮助